你好我是牛奶爸 最近聽了真實的案例就是 有很多酒吧他們提供 因為酒吧都賣酒 可是他們裡面有提供花生米還有提供水 可是很奇怪就是這個 花生米的成本是比水還要高的 可是呢花生米是免費的 免費提供的 但是水呢是要付費購買的 水是要付費的 花生米是免費的 那為什麼呢 他說因為酒吧裡面 在經濟學的研究是這樣子講 因為酒吧裡面他們賣的主要產品是酒 所以呢他們提供花生米給客人吃嘛 客人吃多了花生米之後他會口渴 那他們就會點酒來喝 那如果他們不點酒來喝的話呢 他們就會點水來喝 所以呢花生米的成本雖然是比水還要貴 但是呢客人吃了花生米有可能會點酒 有可能會點水 所以酒本來就收費嘛 那水他們也收費 所以即使他不點酒點水的話 至少他們還可以收點費用 所以他為什麼 在整個權衡之下 要有利潤的獲取 就必須要讓花生米免費讓大家使用 然後水呢是拿來賣的 那當然他本身的主要是賣酒 那這個從整個成本的觀點來看 這樣才是總體來講 這樣才是比較有利潤的方式 那我們在做網路行銷呢 你有沒有想到說 我們怎麼樣去套用這個邏輯啊 讓我們可以 可以更理所當然的 讓客戶感覺好像有賺到 可是我們自己也有賺到這種感覺 譬如說很多很多老師他們會在 賣網路行銷課程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附贈很多很多 bonus 我們講那個贈品 其他的贈品課程 或是一些軟體之類的東西 那其實這些贈品跟軟體之類的東西啊 他某種程度上來講 他其實已經趨近於 成本已經趨近於蠻低的狀態下 然後去給予這些贈品贈送 但是對消費者來講 對客戶來講 其實這個只要是他們自己 不曾學習過的內容 他們就會覺得非常的值錢 那送這樣子的產品 送這樣子的贈品 在贈品的價值 讓客戶感覺好像已經超過了 超過預期了 已經超過預期了 所以他會覺得 買這個產品真的非常非常有價值 這是我們常用的一個策略 那當然這對彼此都好啦 對老師本身也不用付出太多成本 但是對消費者來講 他們拿到很多東西 很多很不錯的東西 雖然你會覺得說 資訊的東西好像 台灣人有很多人的觀念很 就都覺得說 哎呀這個資訊啊 軟體這種東西根本不值錢 事實上 事實上這種東西 我覺得是最值錢的啦 因為 know how 我覺得know how 是最值錢的 你如果有know how的話 你才有辦法去發明很多東西嘛 製作很多商品嘛 開發很多實體的產品嘛 所有實體的東西 其實都是由腦袋去發想 有know how 產生的 所以know how的東西 如果要拿去賣喔 其實 你擁有越獨特的know how 你可以賣的價值其實越高 甚至有很多 有些人他是根本不賣他的know how的 我記得那個 Drawbox 現在我相信很多人已經知道 Drawbox這個軟體 很多人已經在用了 他就是可以 同步你的雲端的硬碟 還有同步你的 機器本身 電腦本身 還可以同步到你手機 還可以同步到你iPad 所有的檔案 只要在一個地方存放 那其他這些地方 雲端啊 機器上啊 各個device上面 行動裝置上面 都會有相同的檔案 那這就是一種know how 很棒的know how 當然他還要配合技術 去寫這些程式出來 那我聽說 當初這個Drawbox的創辦人 做出這家Drawbox這家公司 這個軟體 成立這家公司之後 好像 是微軟還是哪一家 忘記了 有一家大公司 要跟他購買 購買他的公司 結果他說 他不賣 我說我不要賣 他說他自己覺得這個 這個idea將來發展得很 很棒 然後公司可以做更大 就算要賣 也是要等到以後的事啊 可以賣更高的價格就對了 所以Drawbox這家公司的老闆 就很有遠見啊 那時候就沒有賣啊 所以一個 一個很棒的know how 其實可以支撐 可以支撐你可以 將來可以有很大的獲利空間 所以好好的去思考一下 有什麼know how 是可以讓你將來可以賺大錢的 那有很多know how 它可以改善很多人類的生活 我們朝這個方向去努力 多去吸取這些知識 然後不要覺得說 這個知識這種東西 沒什麼價值 不會喔 這種東西真的是非常非常有價值的 像我們都是 靠這個賣知識來賺錢啊 那賣這個 當初的經驗啊 然後賣這個我們自己 自己的走過來這些經歷啊 然後提供這些專業知識 還有提供這些經驗分享 我們也是賺這種智慧財嘛 謝謝 請看 謝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